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益衰落的经济 但是习近平却在纪念大会上发表了强硬言论 他更警告 中国未来可能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有学者对习近平的发言感到失望 认为改革开放已经名存失望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说 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 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 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中共要总览全局 协调各方 坚持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 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不断提高党把方向 谋大局 定政策 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 确保改革开放这艘船 沿着正确的航向破浪而行 习近平要求 把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 内政外交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 他更强调 党必须要领导一切 全中国人民都要跟着党走 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前讲师吴强 对这次会议感到失望 他说 尤其是在最后将在结束的时候 他谈到未来惊涛骇浪的时候 更是加强了这么一个论述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能够成功 能够进行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从1979年一个外部条件的变化 就是中美建交 中国投入西方的怀抱 中国享受冷战红利 避免冷战后和苏联和东欧集团一样崩溃 其后才开始市场经济 经济学博士杨绍正说 习近平可能意识到了当前的政治环境 可能他应该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我不知道习近平意识到没有 中国大陆今后遇到了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就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一手造成的 一手导致的 原因有多方面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钳制言论 全体国民只有歌颂和赞美中国共产党的权利 北京独立学者扎建国对此表示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 主要强调两个坚持 习近平的讲话也没有新的东西 总的来说是表明当前 当局要在邓小平 一是坚持改革开放 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两个坚持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决心 习近平在会上总结成就和经验 虽然他有提到邓小平的功绩 但在讲话中多次发出保守的讯号 习近平说 推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 该改的 能改的 我们坚决改 不该改的 不能改的 我们坚决不改 吴强表示 习近平对未来如何改革开放 只字不提 归根结底就是 改革已经停止 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 坚决不改 这坚决不改 其实是道出了过去40年 他所说的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 也就是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也是改革开放的初衷 如何通过改革开放 来维护一党的统治 同时 这种坚决不改 还指出了未来的各种方针 其实就是不改革开放 习近平今天的报告 实际上是结束改革开放 习近平在讲话中 未提及美中贸易摩擦 所产生的影响 而是警告外国 谁都不能命令中国 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 以止气使的教师爷 学者吴强表示 在过去的六年里 特别是今年的中美贸易战 中国将邓小平的模糊战略 变得清晰化 随着美中关系的逐步恶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 也失去了外部的良机 中国面临新冷战的环境 美中之间的铁幕 已徐徐拉下 在谈及国防政策时 习近平说 中国奉行防御型的国防政策 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都永远不称霸 金融界对习近平讲话 也投下了不信任票 在习近平开始讲话之前 大陆和香港股市都微生 当他开始讲话后 就硬生下跌 财经界人士认为 习近平没有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 以化解当前的经济危机 令市场感到相当的失望 此次讲话中 习近平一句话赞扬了 过去四代领导人的成就 建立中国共产党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推进改革开放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是五四运动以来 中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 是近代以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他特别高度评价了 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 习近平引用前中共总书记 胡锦涛十八大报告内容称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 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 世界社会主义出现 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 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 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决断的 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 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向二十一世界 有外界评价认为 这个评价相当于将邓小平在六四事件后 难寻的功绩算到了江泽民头上 但此次大会没有元老出席 据报道 中共元老大多对习近平的内政外交 持批评的态度 在胡锦涛时举行的三十年纪念大会上 江泽民 李鹏 朱镕基 李瑞环 魏建行 李兰青等曾列席 法媒却选择在今天发表评论 直接点名唱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近一年来是全力登顶 但强人光环也开始黯淡 今年在习近平主政下一夜回到四十年前 文章指出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 整个中国从党天下朝习天下演变 等于废除了过去从邓小平以来的建制 与毛泽东并称帝王 而这也使得中国一夜回到四十年前 文章指出 习近平不仅毁掉中国民间政线希望 也毁掉邓小平建制的有效替换制度 对中国改革派大力抓捕与毁灭 如刘晓波死在囚禁中 大批维权律师被抓 百万计新疆维族被送改造等 2018年 强人统治把有可能良性的 理性的 柔性的改良的桥梁也给拆掉了 2018年 习近平更败坏中美关系 直接催发经济寒冬效应 即使中国屈辱地接受美方九十天和谈 但已经不仅仅是税率提升的问题 它意味着习近平领导的中国的前景 危机四伏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追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